好了,我们现在讲这个马拉基书三教十六节,我想补充一下,上一点,因为我讲完之后,我就有另外一个意念出现, 北历比书三教十三节讲到,我们立即行事都是神教我们心理运行,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重点,有一个词有帮助, 去留意,如何的说?留意,如何应用出来?留意圣灵的感动,留意圣灵的带领,留意,然后顺服,顺服就能够被神带领更多, 我们留意在生活里面很多手去神带领的话,这个生命就越来越接近神的心意,随时随地留意到这个圣灵的感动, 希望我们都有这个圣灵的习惯,常常留意,好了,我们现在讲这个马拉基书三教十六节, 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,是讲到,敬畏神的人,当他们谈论的时候, 神就会不会轻看,神不会看为不重要,他会刺耳而听,留心听,但你可能会说, 他怎么能够听所有人同时的对话呢?这是神的全能,他能够这样做,他能够随时随地, 试耳而听每一个基督徒的谈论,他也同时知道全世界人所有的,所有所说的话, 然后当基督徒讨论神的事情的时候,全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,那经文耶和华试念他名的人, 这是神会记录,他怎样记录了,我们不知道啊,他不是用笔的, 用笔的话,怎么写这么多呢?因为我们的意念,我们的言语不停地出来的, 但神就是有这种能力,能够随时记录所有我们的谈论,也应该记录我们所有的思想, 我们对人的心意,神都记录,然后这里清楚地说, 记录那净位耶和华试念他名的人, 就是说,他会留意记录,当我们净位神的时候,他会记录所有净位神的人, 试念他名的人,当我们思想神的名,神的作为的时候,神就记录, 当我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,我就想到神的恩典,想到他怎样看中我们, 因为我们所说的话都不是完美的,都不是完美的,但神不会说这个不重要, 不要紧,不会的,他看中我们这个是神的恩典, 他的属性是,他看中任何人,他的本性是,他关心所有的事情, 他也有能力,听到每个人说的话,然后他的恩典是什么? 他会留意,然后他会记录下来,他会记录所有我们的谈论, 我们的所有关于神的事情,他都视耳而听,而且记录上来, 但我们这里讲到我们敬畏神,敬畏神不是惧怕神, 敬畏是,我尊重神,我不敢犯罪,我知道神是美好的, 所以我看中他,我尊重他,这个是敬畏, 惧怕是神啊,你不要来,我很怕你,这个神不要我们怕神, 但我们去敬畏他,我们不敢犯罪, 神会记录,敬畏神的人,失恋他名的人, 就是说,我们思想神,神都记录, 所以你整天爱慕神,神啊,你真美好, 神啊,我喜悦你,神啊,我欣赏你,我爱慕你, 神都记录了,所以这个经文也教导我们整天的失恋, 神的名,失恋他的作为,喜悦神,神就记录, 这个就是说到神整天看中我们, 也留意我们怎样爱他,尊重他, 思想他,他都是非常非常的看中, 放在记忆里,这个是他的暗点, 另外的经文,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, 讲到死了的人,无论大小,都站在宝座前, 案件展开了,并且另有一件展开, 就是生命册,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录的, 叫他们所行的受审判,就是在天上审判的时候, 有这个案件展开,另外有一件是这个生命册, 都记录所有我们所行的,都记录下来, 所以你现在这个时候,你在心里想什么, 你心里想,神真美好啊, 他在刺耳而听,我们现在讲得到, 虽然我们讲得到不是完美,神还需刺耳而听, 神留意我们所有的作为, 我们中间有些人说,我们有些人讲到, 都不需讲得很好啊,但神都刺耳而听, 神也感动我们怎样可以进步, 怎样可以做得更好, 这个是神的,神的恩典, 祂看中我们每个人, 然后祂记录下来,有一天审判的时候, 就按照我们所行的,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理, 我们审判是按照行为的, 因为有些人以为, 信耶稣在审判的时候, 就去审判你有没有信耶稣,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传福音的方法, 他们说,有一天你去到天堂的门口, 然后有天使在那里问, 他问什么问题, 然后允许你进天堂了, 他们会说,你有没有信耶稣, 信耶稣可以进来,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传福音的方法, 就是在门口问你, 有没有信耶稣, 信耶稣可以进来, 但其实圣经记载, 审判的经文,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, 是神问他你有没有信, 你留意这里说, 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,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, 我们是信耶稣得救, 但信耶稣必有改变, 所有审判的经文, 都是按照我们所行的, 或善或恶受报的, 行善的复活得胜, 作恶的复活定罪, 然后马太福音25章, 第二第三个比喻, 讲到五千, 二千, 一千引起的福人, 去按照他们, 有没有使用他们的, 神给他们的财干, 神给他们的恩赐, 他们的资源, 有没有使用为神的原意, 使用, 另外第三个比喻, 绵羊, 善良的比喻, 来到基督面前, 就说, 你坐在我的身上, 我饿的时候, 你给我吃, 我喝的时候, 你给我水喝, 然后他们说, 什么时候坐在你身上, 然后耶稣就回答, 你坐在我的小子的身上, 信我的一个小子身上, 就是坐在我身上, 然后那些人不能进天国的, 受审判的, 是他们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的, 这里我们看到, 都是审判, 都是按照他们的行为的, 有没有坐在主的弟兄身上, 这个好行为, 我们所有的好行为, 都是将来有一天审判, 带来审判的, 所以我就明白, 我们所做的, 我们每天思想的, 谈论的, 都记录下来, 所有行为都记录下来, 然后有一天审判, 好了, 这个恩典是神看中我们, 留意我们的言语, 也纪念我们的言语, 所有我们的思念, 神都记录下来, 神都欣赏, 而且记录, 而且赏赐, 另外这个警告, 这个警告是什么, 警告就是说, 我们所行的, 有一天都要显入出来, 所有不能逃避神的眼目, 有些人说, 我要等到死的之前, 我就释放神, 这个意念都记录下来, 他们的生命怎样, 都去贪财啊, 都是为了自己啊, 都是犯罪的时候, 都记录下来, 这个就是警告了, 我们提醒我们, 我们所犯的罪, 任何我们自己, 一个人的手, 我们怎样, 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, 我们怎样生活, 全都记录下来, 如果你的思想, 整天都去思想, 世界上的事情, 也就记录下来, 我希望我们都去整天在这个, 感谢神的状态, 我因为这些经文, 我的心是怎么样了, 我整天都去, 啊, 耶稣你真好, 感谢天父, 赞美天父, 哈利路亚神啊, 我要顺服你, 我要祝福人, 我喜悦你, 我想到神就喜悦, 哈利路亚神啊, 你真美好, 真美好, 我去整天在这个状态, 我去尽量在这个状态, 也尽量在一种, 祝福人的心态, 这个就是神喜悦的, 我希望你们都有这种心态, 好了, 如何, 如何行出来, 首先, 除掉垃圾了, 什么垃圾了, 很多人谈的话, 说的话都是垃圾, 谈话的时候, 说什么呢, 闲话, 说闲话, 别人的闲话, 都记录下来了, 如果有些时候, 我们谈论某一个人, 这个人刚刚在门口, 听到我们说的话, 会怎么样呢, 他会说, 这个人背后就批评我, 但如果我们说的话, 有些时候, 同工是需要讨论人的, 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时候, 去想到讨论怎样帮助他, 他听到, 他就会开心, 同工需要讨论的, 我们需要讨论怎样帮助人, 但重点是, 你去讨论帮助他, 还是讨论, 谈论他的不好, 神给我一个意念, 一个提醒, 如果你讲某一个的问题的时候, 你讲的时候很开心, 另外一个, 他做得不好, 你就笑, 这样的话, 你就是享受这个, 讲闲话的时候, 你就去犯罪, 但如果你的心里面说, 神啊, 我怎样帮助这个人呢, 这个人有这个情况, 我怎样帮助他呢, 神就喜悦了,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留意我们所说的话, 每一句话都记录上来, 然后我们每一句话, 传福音, 虽然他们不听, 神还需喜悦, 还需记录, 我问你, 你有多少次向人传福音呢? 耶稣都记录了, 你建议人的灵命, 神都记录了,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, 除了星期天, 凭时你们要谈论耶稣了, 有些基督徒离开教堂, 就不再提耶稣了, 就会玩了, 去一起吃饭, 谈论什么了, 谈论电视啊, 今天教会里面有什么人有问题啊, 讲得到他们不喜欢啊, 都是闲话, 都不去谈论神这么美好, 啊, 我今天听到神这么美好, 真好啊, 因为有些人会这样想, 如果我谈论耶稣的话, 人会觉得我是怪人, 这个是奇怪的人, 是总是谈耶稣, 没有其他事情谈的, 这个是一种谎言, 以为谈论耶稣就没有人喜欢,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意念, 所以平时都不会谈论耶稣, 也不会像卫星主人讲论神的恩典, 神的救恩, 我希望我们都留意了这个经文, 这些不好的东西, 就是我们说的话, 如果有犯罪的话, 我们就求神联名我们, 求神, 啊, 圣免我们, 帮助我们, 留意, 得胜五不取, 可以帮助我们的, 当我们留意到, 正想要说一些不好的话, 留意到, 圣信必有破坏性, 必有破坏性, 第三, 圣经说什么, 圣经说, 要说造救人的好话, 然后祷告求神圣免, 求神给力量, 第五, 我选择讲正面的话, 不要批评, 不要论断, 不要说不好的话, 我要鼓励人, 欣赏人, 也同时谈论神的美好, 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了, 啊, 神真美好, 今天他做了奇事, 感谢天父, 今天亲近神的时候, 他给我的感动, 感谢天父, 每次亲近神的时候, 他都去见我平, 带给我平安, 轻松喜乐, 哈利路亚, 我希望我们都留意到我们不好的意念, 用这个得胜五不许, 马上处理, 好了, 然后, 多亲近神, 这个如何, 第一, 心里垃圾, 第二, 亲近神, 亲近神的时候, 神的意念就更多充满我们的, 你留意到我们赞美神之后,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平安, 也会更欣赏神, 我们欣赏神的时候, 就会说的话, 都会有很多, 欣赏神的话, 如果你跟我一起, 你会常常听到我谈论神的事情, 因为我真的很看重神, 这个从我们生命发出来, 善言从他心里所存的善, 就发出善来, 如果你的心里面说是, 神就美好, 就常常纪念神的美好, 这样的话, 我们的言语就充满恩典了, 这个亲近神就带来这个改变, 因为我整天都在亲近神的状态, 所以我的思想, 很多时候都在思想神的美善, 我就看到人的改变, 我感谢神哈利路亚, 感谢天父, 然后实际上, 怎样做了, 实际上, 刚才我有说过, 这个得胜五不取, 留意我们的言语, 知道我们的言语, 神就记录, 也开心我们传福音, 开心我们帮助人的灵命, 开心我们谈论神, 我们就开心, 我谈论神, 神就开心了, 我们也可以开心,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, 我曾经说的,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, 都不能不得想起, 神喜悦, 我也喜, 我也喜乐, 然后我谈论神的时候, 神都喜悦, 所以我也喜乐, 这样的话, 我们可以整天喜乐, 因为我说的话, 都是造就人的好话, 都是鼓励人的, 都是讲论神的美善的, 所以我知道神喜悦, 神在笑, 我也开心, 哈哈哈哈, 这个是对神的信心, 相信神必定喜悦, 我们所说的, 我们说神的话语, 神很喜悦的, 神就喜欢, 我们也尽量将更多的, 圣经里面的进去, 放在记忆里, 好的经文放在记忆里, 随时能够用神的话, 鼓励自己, 也鼓励别人, 这样的话, 我们就可以说, 我今天所说的话, 神都喜悦, 哈哈哈哈, 不去骄傲, 不去骄傲, 是说神应许的, 所以我抓住这个应许, 我就可以开心了, 我们也将荣耀贵于神, 是神感动我, 所以我会说这些神的话, 所以我去属神的人, 我感谢神, 我去属神, 我谈论神的事情, 神就喜悦, 神就祝福我, 我就可以开心了, 你们可不可以整天开心了, 哈哈哈哈, 我告诉你, 我感谢神, 我曾经有一次, 在一个圣灵的祝会, 开始有喜乐, 我得到这个喜乐, 我非常的感恩, 我在这个祝会, 不停的爱慕神, 因为当时我已经学到, 整个用悉灵爱慕神, 不停的爱慕神, 然后这个喜乐就停留, 然后我在回家的路上, 在这个公车上, 我也不停的耳当, 我没有大笑出来, 我没有大声笑出来, 我就去, 在里面, 回到家中, 我也已经喊晚了, 我还是在爱慕神, 明天早上也是这样, 每天这样, 我就整天都在喜乐的状态, 我就发觉, 真的很容易喜乐, 啊, 就喜乐, 想到要喜乐, 哈哈哈哈,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, 多敬尽神, 享受神, 敬意圣灵, 我发觉, 对很多人有帮助, 就是呼叫耶稣, 这样重担呼叫出来, 哈利路亚, 哈利路亚, 这样重担呼叫出来, 有些人就会敬意喜乐的, 哈利路亚, 哈哈哈哈, 在我们群体, 很多人都有这个喜乐, 我希望你们都领受这个恩赐, 感谢天父, 好了, 我们能不能够这个挑战, 能不能够开始我们的眼影, 都是游和谦卑的, 不要有批判的话, 不要有令人觉得失望的话, 你对你的配偶, 你对你的家人说话的时候, 你对你的教友, 你的讲得到, 是不是都是游和谦卑, 令听的人觉得有力量, 有鼓励, 有愿意改变的心, 你留意我昨天跟今天所说的, 都不是令人不舒服, 不开心的话, 但会感动人改变, 我们感动人改变, 不一定要骂人才改变的, 人有圣灵的, 他们有圣灵, 圣灵会对他们说话, 我们鼓励你, 都是说的话都留意了, 如果你容易发动的话, 你求神帮助你, 处理生命, 我们祷告, 亲爱天父, 我们赞美你, 求你帮助我们, 留意我们的言语,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言语, 神都听到, 神都知道我们所说的话, 都留意我们所说的话, 所以我们就小心我们所说的话, 我们留意, 如果我们什么不好的意念, 有什么负面的想法, 都马上处理, 让我们不被这些负面思想影响, 就不会说不好的话, 让我们更多谈论耶稣, 谈论神的真理, 谈论神的恩典, 谈论神的作为, 也说话的时候, 谈论神的仙卑, 令天人都被改变, 感谢天父, 求你帮助我们, 开始留意我们的生活, 我们的言语, 我们的行为, 每一样事情都小心, 我们感谢神, 你去常常留意我们的, 我们所说什么好的话, 你都很喜欢, 你都赏赐, 你就记录下来, 感谢天父, 感谢天父, 赞美天父, 我们喜悦你, 哈利路亚, 哈利路亚, 有神真好啊, 有神我们就开心, 我们开心神也记录, 虽然圣经没有说, 但圣经记录我们所说的话, 也会记录我们的喜乐, 哈利路亚, 哈利路亚, 感谢天父, 赞美天父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